容器A和B含有不同数量的氦跟氢分子 它的数量如图所示 若容器B的体积为容器A的两倍 且量容器的温度相同 而所有的气体均可视为理想气体 则下列叙述哪些正确 首先我们看到A选项 容器A中氢跟氦的分压相同 那么从A这个图形可以看到 氦跟氢它的数量相同 那数量相同 那在相同容器之中 它的分压就应该相同 看起来A是正确的 再看B 容器B中气体的密度 叫容器A更大 那密度就等于是质量除上体积 所以A的密度跟B的密度 就可以用它的质量跟体积的比值来看 那A这里面呢 它的氢有四颗 那分子量是2 它的氦也四颗 分子量是4 那再看B 我们一样把它的数量跟分子量乘下去 那体积是两倍 这样可以计算出 它应该是6比5 所以看起来应该是A的密度比较大 B错误 再看C 容器B中气体的总压力 叫容器A更大 那压力正比于是体积分之磨数 因为R跟T是固定 所以P正比于B分之N 那所以A跟B它的压力比 那就可以用它的磨数除体积来看 A呢 总共8个例子就是8 那B是14 除上它体积比 那是8比7 所以看起来应该是A的压力会比较大 C也不对 再看猪 容器B的气体平均动能较A更大 例子的平均动能等于2分之3KT 这个T是绝对温度 那2分之3K那就是常数 所以动能正比于绝对温度 那题目讲到了 它的温度如果是相同 那平均动能应该是相同 所以看起来猪不对 再看E 容器A中 氢分子的平均速率比亥大 那速率 它正比于是分子量的开根号分之1 也就是越重的跑越慢 那我用这样的想法 由于氢气分子量比较小 所以会比较快一点 所以看起来E选项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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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ので是正确的 所以看起来E选项是正确的